老将军 本宫父皇 已经被金狗所扣 什么 这该死的金狗 这事 眼下只有几位宰相和母后 以及本宫郑总管知道 如今 本宫乔装出宫 前来见老将军 却是因为眼下形势危在旦夕 需要老将军 助本宫力挽狂澜 朝廷出位宰相还在 老臣恐怕难当次大任呢 况且 老臣挥下兵马 不过万人 事不相瞒 本宫出宫之前 何力和孙父冯谢 唐克 耿南众武位宰相 已经入宫 预立本宫为傀儡 左右朝廷 但被本宫 命大内侍卫扣在了宫中 殿下辞聚 老将军 对朝廷 对皇室中心耿耿 本宫有些话便直说了 何力和孙父 冯谢 唐克 耿南众武人 只想着委屈求全 一心一合 这已经犯下了 祸国殃民的大罪 比奸相蔡精 还要该死 殿下为何不直接 将那五个老贼杀了 小玉闭嘴 小女张红玉出言不壮 请殿下恕罪 小玉姑娘快人快语 其实说出了 本宫最想做的事情 只是这五个老贼 在朝中党羽不少 且 城中精军四军的武将中 有不少 是这五个老贼的心腹嫡系 眼下却还不能杀了 这五个老贼 只能暂时将他们困在宫中 而且这五个老贼 毕竟是宰相或者副相 宫中即便有本宫母后 亲自斡旋 最多 也只能将五个老贼困住一天 所以本宫需要老将军帮忙 在这一天之内 肃清京军中五人的党羽 将军队掌握在手中 之后 才能凝聚城中所有兵力 死守汴京城 杀了这五个老贼 以正朝纲 殿下之计 老臣已经明白 请殿下吩咐 有老将军这些话 本宫就放心了 本宫 预拜老将军 为疏密副使 本宫还要加封 张老将军为忠义侯 张家两位少将军 也官升两级 臣父子 愿为太子殿下 孝死命 好 张老将军 依你之意 本宫 当如何肃清十万经中 五位奸贼党羽 将大军掌握于本宫之手 殿下可前往城头巡视 并命京军各大营的将领 前来听讯 到时候 先将五贼之罪当场公布 并言说 已经将五个老贼拿下 以殿下储君身份 再进行周密安排 又由老臣权力配合 自可将五贼党羽 一一拿下 就如何区分 何人为这五位老贼的党羽 殿下 臣一直替殿下 掌管着皇城司 执掌功绩 周炉素卫 四探情报之事 这五位老贼 在军中大肆安插族人门人 陛下 早就对此事有所不满了 曾经 命老奴 暗中调查过此事 所以 老奴早就将此事打探得一清二楚 手中 正好有一份名单 郑总管 你们皇城司 有没有服用之后 可以让人四肢变得无力的毒药 启禀殿下 皇城司有一种药叫软胶散 放在酒水中服用之后 可以在半炷香的时间 让人四肢无力 只能勉强站住 诸位 为全城百万百姓守城 为朝廷守城 为我皇室守城 是我大宋 最可敬之人 本宫 敬你们一杯 多谢殿下 干 实不相瞒 父皇出城议和 已经被金狗所扣 什么 狗式的金狗 该死啊 本宫已经让皇城司调查清楚 何丽和孙父 冯谢唐克耿南中五个奸贼 暗中与金狗勾结 金狗已经答应五个狗贼 只要他们将本宫父皇欺骗出城 在里应外合 将金狗迎进城中 便继续让他们五人当官 且保他们一家周全 诸位 自金兵第二次南下以来 就是因为这五个老贼下令 不让各地大军主动对金兵发动攻击 才让宠帅带领西军精锐 和各路秦王大军未能赶到 才让我大宋落到眼下这危弹之局面 老夫早就怀疑这五个老贼 已经暗中勾结了金狗 所以才没有听他们的命令 依然带兵秦王 如今经太子殿下证实 正去确凿 这五个老贼实在是碎开万死 诸位 不用担心 之前五个老贼欲进攻 将本宫架空立作傀儡 然后准备 让妖人郭精的六甲神兵 守城门为谎子 给金狗开城门 但本宫早有准备 如今已经派人将这五个老贼抓住 关在了皇宫秘牢之中 殿下英明 末将 愿为殿下孝死命 殿下英明 末将 愿为殿下孝死命 我舅舅及其他四位 在乡身份何等尊贵 殿下刚才所言 只是一面之词 而且我舅舅即使是在皇宫 也没有那么容易被人抓着 本宫早就料到 兴军之中肯定是有五位奸贼的党羽 来人 向他拿下 诸位 还不随我杀出去 难道在这等死吗 本宫知道 尔等刚才没有跪下向本宫表忠心 是因为与那五个老贼有所瓜葛 本宫可以给你们一个机会 但这些刚才胆敢犯上作乱之人 罪该万死 末将吴志飞愿意为太子孝死命 很好 本宫相信你的忠心 有了吴志飞的带头和榜样 其他还站着的将官顿时知道该怎么做 城外经口随时都会攻城 刚刚空出来的这些位置 必须立刻填充 以便军令畅通 哄兵守城 郑总管你指 任命军都指挥使吴志飞 为彭日军相督指挥使 立即统帅彭日军 所属官职控宣 在今日之内由吴志飞自己决定 报备至本宫过目 末将遵命了 接下来 赵臣以同样的程序方法 分别选定了天武 龙卫 神卫三军的主将相督指挥使 分别叫周成武 白仲丁 冯金光 各自部署空缺 也是由他们自行决定的 郑总管 再你一道旨意 加封吴志飞为武威博 周成武为顺和博 白仲丁为蓝田博 冯金光为清水博 末将解态殿下成末家人 必为殿下孝司礼 本宫已经任命张书业为疏密副使 传本宫旨意 再任张书业为守城统帅 全权负责守城之事 城内所有军队服从张书业之命 务必守住城池 老臣领旨 臣等遵命 诸位爱卿 都是我大宋忠良 眼下形势危急 只要我们拼尽全力守住汴京城 待本宫成为皇帝 诸位就是我大宋功臣 战后 本宫绝不练习官位爵位